在小溥仪被送到皇宫当皇帝之后 就不得不面对皇室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 按照朝廷的说法 先统皇帝的溥仪是继承自同治皇帝 先挑继承之意光绪皇帝 如果这么算起来 所谓的正统其实应该在同治这一边 也就是说 同治的妃子和光绪的妃子 虽然都是溥仪的黄鹅娘 但是同治的妃子还是要更厉害一些 但是光绪的皇后龙玉却不管这些 她直接把同治的三个妃子 直接打入了冷宫 并不让溥仪叫他们妈 同为光绪妃子的锦妃 按理说应该是溥仪的庶母了 但实际上 溥仪和龙玉一起坐住吃饭的时候 她只能站住吃 在龙玉死后 锦妃才联合同治的三个妃子一起造反 获得了自己的名分 也就是说 龙玉死后 溥仪有四个妈 四个母亲并没有让溥仪获得四倍的母爱 他们对溥仪表达爱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问她吃饭吃得香不香 而溥仪晚年时说 我根本就没香过 她讲了几个故事 六岁那年 溥仪吃炒栗子吃撑住了 龙玉非常便命令太监 此后一个月 皇帝只能吃明州 这给溥仪饿坏了 他一直在叫嚷自己饿了 但是太监们哪里敢给小皇帝乱吃东西 吃坏了可是要掉脑袋的 有一次 溥仪跟著龙玉一起喂鱼 溥仪实在饿极了 就把鱼食吃掉了 溥仪认为 自己小时候抢吃抢喝 就和这种戒备有关系 有一次 王府给太后送来了一盒酱肘子 溥仪远远看见过去 溥仪开起盒子 就往嘴里塞 太监们吓坏了 一群人上来好不容易 才把酱肘子 从小皇帝的嘴里抢出来 还有一次 溥仪接连吃了六个春菌 这玩意有些不容易消化 小溥仪又开始消化不良了 太监们怕龙玉责罚他们 便想出了一个非常之其他的办法 两个太监一人一边 提起小皇帝的两个胳膊 想象杂行似的 不停的往下蹲溥仪 帮助他消失 这个场景光是想想就非常搞笑了 一个皇帝做到这个样子 确实也是够惨的 溥仪自认为自己小时候的脾气并不好 打骂太监什么的他都干 还屡教不敢 但是小孩子实际上都是白纸 大人在上面画什么 他就是什么颜色 溥仪生活在那样一个环境中 自然性格好不了 当皇帝 尤其是当末代皇帝 确实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稍后 辅 转